然后咱们在直播期间 当然我说的是仅仅限制于咱们现在的这个直播期间 如果是出了直播以后 转成视频课了以后 咱们那个周六的课程就没有办法再给到大家了 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尽量的能够到直播间来 然后进入到直播来 那你能够在直播课上享受到的会更多一些 指导的会更多一些 然后咱们每周三的是在咱们现在的直播间里边 来去讲我们在这一套的一次课里边要讲到的知识 周六的晚上同样是同样是这个时间 那大家需要把你的练习 然后晒到咱们的群里边来 晒到咱们的群里边来 然后呢我会在八点钟根据大家每个人晒出来的照片呢 给到大家相应的指导 我会以最简单的方式给到你最缺的地方 告诉你这段时间的练习应该去加强哪些地方 或者说你的椅子的摆法应该怎么样去调整 好吗 所以咱们现在直播期间 每周是安排了这样两节课 周三和周六 那咱们现在呢就要准备到开始咱们的这一套的热身了 从你的颈部 颈部简单的 然后再到你的整个肩膀的区域 再到我们的脊柱 不管是脊柱的前驱 还是后弯 还是扭转 再到我们的髋关节的向外侧打开 然后再到髋关节的前后的打开 这一套动作就都涵盖了 然后重点是大家在这一套动作当中呢 注意学员的呼吸的把控 然后每一个动作我给大家要求的呢 是要做五个呼吸 五个呼吸 所以呢 当你学了这一套动作以后 如果你是用它来带我们的私教课堂了 或者是带小班的课堂了 不要今天学完了以后马上去用 好吗 我建议大家至少你自己练习上十遍以上 任何我讲的课里边都一直都在强调大家的练习 你至少要讲让自己练习到十遍以上 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把今天的这套热身去用给你的学员 否则的话你练习的变数不够的话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整个热身的节奏不稳定 热身的节奏不稳定 那节奏不稳定你的学员跟你上完了以后 他一定是怎么说呢 不顺畅的不平稳的 他整个能量的流动是不平稳的 所以热身完了以后呢 那学员可能会有一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不舒服 反正就是不舒服所以我上这个老师的课不好 那可能我们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呢在代课之前 如果是老师的话 在代课之前给大家一个嘱咐 至少要练习到十遍以上 你才可以把这套热身去拿出来给到学员 好吗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把椅子准备好 咱们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练习 我会先把椅子摆到前边来 然后等一会儿呢 咱们需要大家这个 走一起来顺畅的完成练习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把椅子测过来了 现在先让大家看每一个动作 好吗 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头的高低是不一样的 当然大家现在看我坐在这把椅子上好了吗 所以椅子是一样的高度的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的个头的高低不一样 所以你看我在坐在这把椅子的时候 如果对于我来说比较舒服的位置 应该让我的膝盖和我的骨盆是相当高的 那这个时候我的坐骨能够坐在这里 自然的直就是舒服的位置 但如果这个时候我的膝盖落下去了 那我的整个身体的重心会往下移 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让坐骨去贴持到这个椅子上 所以呢 对于我来说 那跟这个椅子的高度来比较 那我更喜欢去找两个方法 说垫在这个椅子的下面 那大家现在来看这个高度 相对来说就舒服一点点 那我的坐骨呢就可以垂直的压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脊柱就没有任何的压力了 对吗 现在大家看我的身体 我再移开 我再把椅子移开 你会发现不舒服 对吗 虽然我也可以挺直 那是因为我有练习基础 但如果大家在做学生里面没有练习基础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角度就会让你不舒服了 你可能更喜欢这样来做 对吗 所以呢 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是否需要瑜伽砖 摆放在这里 那我们在正常的姿势当中呢 我们在正常的课堂当中呢 会有一个山序的潮汐 对吗 那在椅子上也是一样的 椅子的专题的课呢 要求大家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一个潮汐 腰背去挺直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动作 你们第一个动作 像正常的姿势一样 那我首先要给大家强调 椅子的课堂不是一个专门的体位法的经讲的课堂 所以呢 我只讲在椅子的练习当中的技巧 如果出现大家有膝关节痛 有不顺位 在这个正常当中都不顺位的话 那你去听咱们的体育的经讲课 好吗 我只讲在椅子当中的重点 把身体摆正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坐在椅子上的位置呢 应该是保证你整个捆布到大腿的上端的位置 它都应该是贴合在椅子上的 这是一个舒服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找到咱们正常的姿势的 坐姿怎么样让脊柱垂直立立 垂直立立的椅子 那在调息当中呢 我们保证自己摆正了以后呢 就把手自然的放到椅子的座位上来了 自然的放到这里 当然有些学生可能手臂长一点点 那你就会往下抓一点点 有些学生手臂短一点点 那你就可以正好放在这个位置了 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 那在这个姿势当中呢 要求大家把你的肩膀沉下来 那用你的手呢 向下抓把肩膀沉下来 在这个位置呢 让你的学生去找山序的坐姿的感觉 并且呢 让整个坐骨能够前后在哪里 在中心点去坐到地上 那这个姿势咱们就不多讲了 一会儿等一会儿我还要给大家来练习 我们还要一起来练习这一套动作 那这里如果是调息的话 你可以保持自然的调息的时间 比如说你会要求学生保持三分钟的调息 对吗 可能三分钟 可能有些老师习惯五分钟 那总之呢 以这个姿势作为调息 然后咱们的第一个姿势呢 保持你的脊椎垂直位无变的情况下 去做一个手臂的高举 那同样的肋骨外扩啦 对吧 错误的 我们在这个姿势当中 并不是让大家向后开肩 不是向后开肩 明白吗 我们要的是直 垂直的向上 啊 所以呢 这个手臂向上举高的姿势呢 要求的是 挤住垂直了以后 手臂垂直的向上 对 把整个身体拉长 这个姿势 然后要求大家保持五个呼吸 在这五个呼吸的控制当中呢 那我最最担心大家出现错误的几个地方 有三点要提醒大家哈 第一点就是你的坐骨是否均匀的落下来了 是否均匀的落到那个坐骨的中心点了 第二点就是你的脊柱是否垂直地面和手臂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的肋骨它不应该外扩 啊 这是这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了 不应该外扩 那你的肩膀不能耸肩 对 肩膀要沉下来 那严格的让你的学生在这第一个姿势当中达到我们要求的目标 啊 去顺利的把脊柱到手臂肩关节 可以让它伸展伸直 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吗 我们要的是什么 重点 直 垂直 坐骨 垂直 脊柱 垂直 好吗 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做的是一个扩胸 在扩胸当中 为了要保证咱们可以第三个动作顺利地进入到第三个动作的后弯 好 所以呢 大家检查一下你做的位置 那现在呢 我们来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做的位置呢 应该不能完全的向后贴向这个椅子了 我们没有完全的坐到这个位置上 如果你完全的坐到这个位置上 等一下咱们在做后面的姿势的时候呢 你就很容易踏腰向前撅了 所以呢 让你的后背呢 离开这个椅子背一点点 但也不要太多 啊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位置呢是咱们刚开始坐的时候就应该已经给你的学生调整好了 或者你自己已经调整好了 保持在这里呢 然后我们在刚才的坐司当中 第一个动作是这个 对吗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把手臂顺利的落下来了以后呢 好 收腹 再慢慢的让你的后背贴向椅子 保持这个收腹的状态 再贴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去抱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扩胸的动作 对吗 即使扩胸打开胸腔 咱们学过金甲的同学应该已经知道了啊 如果我想要达达到很强的破胸怎么样 我要让我的小肚子向内收紧起来 否则我的肚子不收紧 看我的腰 如果大家现在身边有椅子的话 你应该很容易做出这个错误的姿势来 就是什么 腰向前顶 胸腔打开了 哎 看似打开了 但是呢 我们的腰呢 往前顶出来了 对吗 所以把腹部向内收进去 然后 胸慢慢的提 好 这是一个扩胸打开肘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除了把胸腔打开以外呢 把肘关节向后打开 胸部的肌肉让它打开 同时呢 收紧腹部 哎 这个姿势上 保持五个呼吸 好 当我们保持好这个姿势以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去加身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后背是有能力把脊柱向上拖起来 而且呢 腹部是收紧的 胸腔打开 然后下一个动作 然后下一个动作 注意保持两点 让腹部仍然收紧 让下腰背 仍然向上提 好 保持在这里 你再扩对吧 你再扩 然后呢 慢慢把手臂 向后 高举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整个躯干和刚才是没有松的 错误的是什么 你很喜欢把你的腰向前顶出来 当我们扩着胸的时候 我们要伸手臂了 因为后背没有力量 所以呢 又把腰和肋骨向前顶出来了 这是错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在刚才的这个扩胸当中的 腹部肋骨和后背的控制 哎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呢 再来五个呼吸 如果这个位置比较难的话 当然你可以去给学生降到三个呼吸 对吗 好 在这个位置收回来了以后呢 好 然后慢慢的把手从体侧收回来 接下来咱们要做的是一个开关的工作 把你的双脚呢 打开向两边 你的脚后跟的可以蹬在这个椅子上 把膝盖慢慢的向外侧打开 努力的向外侧打开 然后呢 双手在体侧对吗 好 先吸气伸展脊柱 好 呼气呢 保持你脊柱最大的伸展 然后让身体慢慢的向前顶 好 手冲出地板以后 继续让身体向前顶 不许呢 让你的双手 向后 去抓椅子 头向下放松 好 保持呼吸 这是一个开关 然后同时呢 灵活后背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要尽量的去想象你们脊柱呢 向远处伸展 然后呢 宽关节 上腿 主动的向外侧发力打开 主动的向外侧发力打开 好 那这个动作当中 保持五宫的吸完那以后 慢慢的吸气 让身体收回来 嗯 收回来那以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要进入到侧坐的了 把身体收回来以后呢 嗯 那我们再动一下股子 好 当我们收回来以后 我们从这个正的位置呢 把身体侧过来 慢慢的侧过来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你在椅子上演示的时候 尽量降低你的小动作哈 你的零碎的动作 扣扣这儿挠到那儿越多的话 你的血缘越容易被你给分散了 那然后我们的课长的连贯度呢 就降低了很多 好 自然的坐直了以后呢 我们下一个动作 是一个宽关节弯曲的动作 首先呢 把你的腿向上弯曲 手抱着它 嗯 我们慢慢的让它拉近身体 对 拉近来了以后呢 在这里保持五个呼吸 好 然后呢 保持你腿的高度 收腹部 拱背 让下颌向下 好了吗 收腹部拱背 让下颌向下 同时 当你能够触到这个位置以后 保持腿的高度不动 把手松开 在这个位置控制五个呼吸 五 然后继续五个呼吸 那前提是腿还在抬 腿没有动 对吗 好 然后控制在这里了以后 完了 慢慢的落下来 好 下一个动作要进入扭转 手呢 向后抓着椅子 那我现在是在我的左边来扭 所以呢 扭过来了以后 让你的左手 往前去推 右手 往回去拉 做这样的行动 扭转 同时呢 把头也扭过来 下头也扭过来 扭的时候注意你的骨盆 骨盆不要跟着做太大的扭动 所以以我为在左边为例的话 把我的左边的骨盆呢 向前推 右边的骨盆呢 往后拉 来去加强对抗 这个扭转 就可以了 当你扭转向左边满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是右手抓着椅子的 我们慢慢的吸气收回来 同时呢 把左手向上伸直 好 右肩沉下来 呼气的时候呢 右手拉着椅子 然后咱们向右边去弯曲身体 对 慢慢的弯曲身体 好 在这里保持呼吸 然后吸气慢慢的回来 呼气的时候呢 放松 这时我们转向中间来 转向中间来了以后 再来一次开宽 还记得刚才那个开宽 然后在前驱 然后呢 就是另外一边 坐正 对吧 那当然还需要瑜伽砖 可能有些同学不需要 那把另外一条腿抬起来 手拉近 保持呼吸 对 慢慢的保持呼吸 好 当你保持五个 呼吸完了以后呢 我们 让腿的高度不动 滚背 舒服 下颇向下 下颇向下 你没有过分的让下颇向前抠 而是靠这个拱的力量向下 嗯 好 当它处在一起了以后 手慢慢的松开 保持五个呼吸 好 五个呼吸完了以后呢 落下来 然后双手向后 抓椅子 扭转 左手向回拉 右手往前推 压强扭转 把脊柱扭起来 把下颌也去扭起来 这是让右边的骨盆向前推 左边的骨盆向后拉 保持力的对抗 再去扭转 好 回来了以后 右手吸气向上伸展 然后呼气的时候 怎么样 左手稳住 好 身体再向左侧去弯曲 呼吸 那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是热身 所以呢你尽量的舒展身体就可以了 所以呢把右侧的腰 尽量的让它舒展开 再扭转 再侧弯 好 吸气的时候收回来 然后呼气我们继续回到中间 就会发现 我们回到中间呢 然后再来一次开宽 再来一次开宽 当然如果你的把控的节奏 比较慢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三次开宽 降到一次开宽就可以了 你只做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呢 前面的完了以后 我们要做尖的 向后的了 大家 当然你不需要动 我会为了给大家看见 所以一直在动 向后的手去 取指交扣 大拇指在前 来握住咱们的椅子 大拇指在前 这个时候呢 先把肩膀向后打开 肩膀打开 稳定住手臂 然后慢慢地向前走 好 你看你可以走到哪个位置 对吗 做一个向后的开肩 肩膀提起来 呼吸 好 五个呼吸完了以后呢 把身体呢 转过来 身体转过来 然后手向前 扣在一起 但是不是拇指向后 只是手向处 然后在这里呢 手腕放在椅子上 做一个直角式 舒展一下 扭住 五个呼吸 对 呼吸完了以后 手在这个位置上 直接抓着你的椅子 把右脚向前 踩一步 把左脚向后撤一些 撤出来了以后呢 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 先让你的身体前倾 好 向下走 然后呢 要求学生保持整个腰椎 向上的伸展 伸展着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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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着 再慢慢的向上 五个呼吸 好 稳住 伸直腿 换反方向 对 先让身体向前倾 好 后腿蹬 向前倾 这个时候 如果你跨的步伐 比较大的话 担心大家 直接起来的时候 会腰痛 所以呢 提醒大家 收腹 让腰椎 在伸展的状态下 慢慢的向上起来 感觉 这个的伸展 再慢慢的向上起来 当然这个时候 如果脊柱的灵活性比较好的同学 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做什么 向后弯曲 对吗 向后弯曲 然后回来 慢慢的向后 再回到直脚室 伸展一下 五个呼吸 好 然后慢慢收 送扶椅子 向前 身体向前贴住 肩膀向下 往下拉一下肩 往下拉一下肩 手和徐刀胸前 呼吸 那这就是咱们的一套动作 你的脊柱的扭转 然后你的脊柱的弯曲 宽的弯曲 脊柱的侧弯 然后向外侧的开关 然后宽的内收和伸展 以及肩的打开 和向后 这一套动作就全部都有了 那至于在这一套动作当中 大家怎么样去把握你的呼吸 你是需要通过你的练习 以及你对课堂的把握的能力来去做的 我们有些学生 那你在课堂当中把握的比较 你的节奏比较慢的话 可能这其中 比如说咱们开关 你就删减一下 有些同学可能你把握的比较快的话 那你就全部都做就可以了 但如果大家是自我的练习者的话 那你这一套都做下来还是挺好的 我相信大家的身体能够全套的打开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在咱们下一节课开课之前 大家就坚持让你自己每天都把这底子的这一套的热身 来去连续的完成 那接下来呢 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遍 好吗 如果你也需要这个砖的话 那你就也拿砖 我们的练习呢 是一个跟我们的身体不断的沟通的过程 我们的身体不可能会完全的适合这个辅具 但是呢 我们会通过找其他的辅具来变高或者去支撑 能够让自己适合这个辅具 所以呢 体位的练习就是咱们自己和这个辅具去沟通的一个过程 就去找位置的一个过程 那我找到这个舒服的位置 因为一会儿有破胸 有向后 所以呢 我要让我的后背稍稍的离开这个椅子背一点点就好了 你背我一会儿可以仰下来 而且 排步 踏腰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做局 自然的做局 垂直脊柱 垂直垂直地面 小腿垂直地面 大腿 平行地面 好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手去抓着椅子 肩膀呢 慢慢的向下拉下来 对 脖子 头颈 向上伸展 我们可以在这里慢慢的闭上眼睛 那你会感觉你的锁骨向两端展开 把椅物的前侧打开 椅物的后侧关闭起来 同时呢感觉我们的肩膀垂直地向下 拉向你的手的位置 拉向你的手的位置 脊柱 脊呢垂直地向上伸展 那你的肩膀向下拉的力量 和脊柱向上伸展的力量 这两条线 它们应该是平行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可以做自然的呼吸 胸的呼吸 腹的呼吸 头的呼吸 完全续的呼吸 统统都可以 这个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目标 好 当你完成了调戏以后呢 把双手慢慢的核实到胸前 低头支镜 把脖颈的后侧去伸展 慢慢的吸气 把头抬起来 双手继续回到体侧 好 腰背挺直 现在随着吸气 双手从两侧向上伸展 检查我们的坐骨呢 它是要垂直地落到这个椅子上 垂直地落到椅子上 并且让肋骨 它可以收进去 从坐骨一直到手指尖 我们把这条线向上拉长 我们叫的就是垂直地延展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把肩膀向下放松 试着慢慢的向内收腹 好 我们双手呢 从这个位置上直接向后抱后脑勺 十举交扣 抱住你的后脑勺 就使保持腹部向内收 挤住的稳定 在这个稳定当中 脚向下扎根 后背呢 慢慢的向后贴椅子 好 一旦贴住了以后 保持腹部的内收 慢慢的吸气 呼气的时候呢 让胸膛将上打开 保持腹部的内收 不要开腰 好 我师傅躺往上 好 肩关节呢 再向后打开 脱胸 三 那你后背的肌肉呢 将上拖起身体来 二 一 好 这是要保持提胸 舒服 然后 双手呢 沿着肩的这个位置 向后伸展 沿着刚才肩的位置 手没有向前来 沿着刚才肩的位置 向后伸展 就是我们继续把坐股向下承 脊胸 呼气后腕甲长 好 双手慢慢的收回到胸前 然后收回你的身体吧 对 收回来了以后呢 双手撑着 双脚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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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髋关节呢 尽量的向外侧去打开 对 大腿根的内侧去伸展 手抓椅子前侧 吸气 好 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把身体续着向前弯 手向前抓住了以后 我们慢慢的向下 这时注意大家的坐骨不要空了 你要把你的坐骨向下沉 沉下来 如果你的坐骨会空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找一个工具 垫在脚的下边也是可以的 好吗 这个根据自己的能力哈 嗯 手能慢慢的向后 去抓椅子的后端 好 头向下放松 好 一旦保持在这个位置里以后 现在我们主动的把髋关节向外侧打开 记得你现在是热身 还没有加强很细节的训练 所以呢 我们的目标是开宽 伸展后背 肩膀拉向臀部 呼吸 呼气的时候 慢慢的收缩 腹部向内 三 二 一 好 吸气的时候把身体慢慢的收回来 对 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把砖移过来 当然大家可能不需要砖 你可能不需要砖 好 能过来立以后 蹬住 身体端正 对 端正的身体 我们把外侧的这条腿慢慢的抬起来 好 五个呼吸 呼气往上提 呼气往上提 勾着脚 对 再呼气往上提 注意我的肩膀没有耸肩 肩沉下来 这时让大腿自己来呼气往上提 五个呼吸以后呢 让我们的下额去找腿 做一个滚背 但腿呢 没有掉 松开手 五个呼吸 五 呼气的时候大腿再往上提 四 呼气的时候再往上提 三 对 腹骨勾这个位置是稳定的 二 一 好的 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落下来 继续做指腰背 双手呢向后抓的椅子 好的 扭转 右手拉 左手怎么样 推 挤住 伸直 吸气 好 呼气 扭转 骨盆呢 让左边的骨盆向前推 右边的骨盆往后拉 呼气再来扭转 好 让下颇向后转回去 好的 当你每次呼气的时候呢 把这个力度再去加强 好的 五个呼吸完了以后 右手抓好 右手伸直 腰背呢 挺直 吸气把左手向上伸展 好 呼气稳住你的右手 身体向左侧去弯曲 对 你右手稳住 并且让右肩沉下来 对 右肩拉向臀部 整个左侧的腰伸展 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的颈部还不错的话 就转头向上 如果你的颈部不舒服的话 就向前 或者是向下看 都可以 好 再慢慢地把身体收回来 对 收回来以后呢 落下来 咱们回到刚才的 什么 胆 好 慢慢地开宽 向外侧 打开 吸气 对 好 呼气的时候呢 让身体向前 好 手自然地向后抓椅子 这个时候你调整到 你的舒服的位置 把大腿主动地向外侧打开 好 当你大腿打开的越多的时候 你的开宽的效果就会越强 手呢 拉那个椅子的后端 把肩膀拉向臀部 呼吸 脖子放松 那么主要的呢 是把我们的大腿 主动地向外侧打开 好 这是呢 我们手收着 五个呼吸完了以后 换另外一边 五个呼吸完了以后 你可以交换一下另外一边 我们仍然把砖的放在椅子上 做好 第一步呢 你想让扭转的 想让姿势做舒服 第一步先让腰背挺直 对 这个端正的位置 才有可能让你更好的进入下一个动作 把左腿提起来 手抱住 然后呼气 拉近 但是没有耸肩 呼气 拉近 没有耸肩 五个呼吸 对 你基本上很少靠手臂的力量 大部分是腿的力量 好 这时呢 收腹慢慢的滚背 收腹慢慢的滚背 对 再提大腿 手松开 大腿没有掉 五个呼吸 四 三 二 对 大腿没有掉 还有一个呼吸 好的 把身体慢慢的收回来 腰背坐直 手抓椅子 七气伸展 紧住 好 呼气的时候 右手推 左手拉 扭转 右边的骨盆向前推 把头也向后转过去 对 呼气加强 好 然后吸气的时候收回来 仍然腰背坐直 拉直左手 右手向上 再吸气 好 呼气的时候呢 拉直左手 尽量让你的整个右侧腰去怎么样 在拉长的状态下 去侧弯 好 蹭过来以后呢 把左边的肩膀 沉向臀部 好 呼气再加强 那今天你的热身 是以伸展的一途就可以了 把右侧腰尽量伸展 好 同样可以转头向上 然后吸气把身体收回来 好 呼气 当然你可以开宽 对吗 可以选择开宽 手抓住 腰背坐直 好 吸气伸展 呼气 身体向前驱 手抓椅子 慢慢向前 好 主要的做功 放在大腿上 把大腿 足度的向外侧展开 脖子放松 先放向后 去把呼吸的 带向你的整个后背 好 我们呼吸完了以后 慢慢的手撑力 吸气回来 然后呼气 我们手推的椅子 转向后边来 对 我们下一个动作 好 你自然的站好在这里 把双手呢 使指交扣 然后去拖住椅子 这个时候 你开始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把手臂稳定住它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我还可以向前走 但如果大家向前走的话会把椅子扒倒呢 就不要再走了 可以找到一个垂直的位置 肩膀能慢慢的向内夹 肩胛骨向内夹 然后把胸上提 手臂 手臂往后推 大臂往后推 呼吸 三 尽量的打开你的呼吸 二 腿部有力的上提 还有一个呼吸 好的 然后收回来 对 收回来以后呢 双手向前 来到直角式上 切记不要大拇指相扣 手掌隔拢就可以了 好的 往后走 大腿垂直立面 这时呢 慢慢的上提 伸展侧腰 就把咱们刚开始那个站立的姿势的感觉带进来 你在站立的时候脊柱是怎么垂直一条线的 在这里也是 这个位置不是让大家压肩 压胸 不睡下 我们要的是一条直线的伸展 把大腿向后推向上提 然后宽的外侧往后推 挤住伸展 对 我们要的是一条直线哈 好 手抓着椅子 稳定住 慢慢把右脚向前跨一步 对 左脚呢 往后撤一步 在撤的时候呢 稳定住你的整个骨盆 对 好 手抓稳 身体慢慢的向前 稳定住骨盆收腹 慢慢的向前去 好 向前去了以后呢 让右脚的脚后跟扎下去 再前去 然后手推椅子 伸展腰椎 伸展腰椎 手推椅子 好 呼气再加强 后腿蹬 五个呼吸 伸展你的腰椎 注意 好 五个呼吸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身体慢慢的收回来 换另外一边 左脚向前跨一步 右脚向后撤一步 对 脚后跟呢 往上提起来 再慢慢的向前去 如果这个时候你会腰痛的话 那么把你的身体先向前倾 对 向前倾 去膝盖 去膝盖 好 然后保持你腰椎的伸展 向上伸展着 再推手臂 再往上伸展着 再推手臂 对 伸展着 再推手臂 好 保持五个呼吸 注意收腹 然后慢慢的收回来 好 右腿向前 收回来 你可以再一次做一个直角式 伸展一下 注意不要往下压肩 压胸 把它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把椰屋的位置尽量的伸展开 手向前 宽的外侧向后拉着这个对抗的感觉找到 好 然后慢慢的抬头 手抓椅子 对 慢慢的向前走 腰背挺直 把肩膀沉下来 你在这里调吸 然后手合十到胸前 再把手慢慢的落下来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一套椅子的热身旁 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跟我一起来练习 然后今天咱们讲完这一套热身以后 后面我们就要进入到正式的椅子的练习的动作了 后面就再没有这些热身了 但是在最后一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一些椅子的排克的方式 对 椅子的排克的方式 那最后一节课我们会用到这些这个热身 当然在这个热身里边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的去练 然后练了以后 可以给到我看看你的把控时间是多少 咱们今天在这一套热身当中 大概大家跟我的练习的把控的时间 大概是15分钟到15分钟左右 加上调吸大概15分钟左右 也就是说这是符合咱们整个热身过程的这个时间的 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在练习的时候稍微的把控一下 好吗 看看你需要用到多长时间 腰有时候会疼是吗 刚才我给大家提醒到了 就有腰疼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是两个地方你没有做好 第一个地方是你的小肚子没有收紧 小肚子没有收紧 第二个地方是你的下腰背松了 没有向上拖起来 然后下腰背向前顶出去了 那就要说我们要说的就是 大家哪个地方的这个 哪个地方的这个腰痛啊 那个动作当中 应该就是在那个后弯的动作当中 对吗 是的后弯的动作当中 所以刚才我在做的时候就给大家提醒到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动作你有可能会出现后弯 后弯的时候腰痛 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松掉你的脊柱 那当你在做后弯的时候呢 你会把这里向前踏下去了 如果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再往后做一点点 不要往前顶腰 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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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尾巴骨向下拉下来 拉下来 然后你只去开胸 你只去开胸 把尾巴骨往下拉下来 你这样试一下 看看你的腰还痛不痛 嗯 所以呢 那因为咱们椅子的课程 它不是一个体背的精讲的课程 我会把这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给大家讲到 但它可能还是没有那么要点的那么细哈 那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热身当中反复的练反复的练 然后去感觉该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这个腰椎哈 嗯 对 把呼吸绑控好 给大家这么几个要点在热身当中哈 我给大家写出来这几个要点 嗯 第一个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你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始终税务 有呼吸存在的 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让你的这个每个动作的呼吸的节奏是稳定的 就是你的每一个动作的呼吸呼吸的时间把控是一样的 啊 再一个就是在这套动作里面注意一下你的腹部 嗯 腹部的收缩 因为有很多打开胸腔的动作 所以呢 注意你的腹部的收缩在这些胸腔打开当中的嗯 要点就可以了哈 把这几点 这个热身里面大家把控好 然后反复的去练反复的去练 啊 晚上还有吗 今天晚上的咱们就 今天晚上咱们就讲这一套热身 然后大家反复的练后面会慢慢的把正式的这个椅子的体位就会给到大家了哈